提供每天最新市場資訊 商品貨幣 股指期貨 不同產品怎樣部署 Record Finance 全新節目 文感輝 Kelvin 文感期權譜 早晨各位網友 早晨 星期三 三月二十五日 早上的文感期權譜 早晨各位網友 聲音畫面聽得清楚嗎 告訴我們 早晨 早晨 海盜船又去了另一邊 又破紀錄了 所以說紀錄真的拿來破的 紀錄真的拿來破的 如果大家剛剛投入金融市場 撞到一個這樣的驚濤蟹浪 真是記下它 記下它 你這些十年或者二十年才逢一潤 但是它現在差不多每個星期給你一些高潮 每一個高潮都有一個高潮 你看到昨天美國民主共和 結果最後就是OK了 我們早就說了 所以政治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還有 今天好像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在說貿易戰 好像說放下了 我們這些不是什麼 但是我們應該早半個月或者一個月前已經說定 如果這些東西一定是 你想再踢一腳上去 當然要利用這些消息 加多一腳的 行指上回兩萬三 標普上回 道指上回兩萬 大家又不要真的太膽 是啊 是啊 那你真的要計算 為什麼要計算呢 就是說 你低位罵了 你來到這些位 你一定要先保住屁股 你再代一點 就是調整一下那些倉位 就不要一直打算坐上去 就是它這樣飛下來 給你一個機會走 你不知道它後面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都看得到 但是這個疫情 我們是看不到它什麼時候結束的 所以就是 就是你一路一路要調整自己的那些倉位 就是說 你來到這裡先計算 就算計算 就不代表你看淡 而是就是說 我在進取之餘 就開始要保守一點點 因為你在底位彈上來 那個數目都不小了 你去到兩萬邊彈上來 就是這個港股行指 兩萬一千多彈到兩萬三千多 彈回兩千多點 你的道指連續 兩千多彈回三千點 你不排除了 就是有人計算的 但是你看到 嘩 之前所有東西 跌的東西 現在所有東西 就是這些報復式反彈 是啊 報復式反彈 但是就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跌的時候 你做淡的人真的很少 但是反彈上來 你在低位沒有買 去到這些位置 有很多人就想擁有去買 我這些位置 我這些位置 我通常就 當然是減榜的 我今天就 都幫了市一把 我想推它上去 那時候 我也說過 我說我沽騰訊的市又升的 我今天都是高位沽騰訊 我今天就 378元樓上沽騰訊的 哇 很帥啊 是 那沒有了 就是你 由320元5號 還是20元那幾 25個幾 炒到上來380元 那我又覺得 你這一波又好像 就是夠皮了 夠皮 你這樣當然是先減一減 那你就再等位了 就是我現在市場 市場的氣氛夠 市場氣氛夠 因為輸了那些很想追溯 還有這兩天 減榜的人真的很多 因為他 在星期一跳崖那一下 跳下去是很害怕的 那些人很害怕 很害怕 那跟著 現在慢慢慢慢 叫做好一點 好一點 那我又 你知道我們就 不是有 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有給一個 給一個觀看自己去 去綁了自己 因為如果你給一個觀看自己 綁住了 你可能會有少許被動 有少許被動 所以就 一路一路 調整自己的步伐 動態處理自己的倉位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還要計算自己的數 這樣 那馬上說金 全世界都問金了 都不用說了 那無限QE 你的金一定會擠上去 但是很多朋友 昨天有很多朋友問我 就是 為什麼 哇 那些金 又說升得很厲害 是的 奇金真的升得很厲害 現貨金 就跟不上 現貨金跟不上 所以 為什麼 我有很多時候 跟大家說 做奇金 做奇貨 第一 做奇貨 公道一點點 因為 你的市場的伸展 就是那個價差 就是 誰買 誰沽 自己擺出去的 就是 可能是2號 可能是1號 可能是3號 4號 那你就看看當時 那個市場 那個流通量 那可能都是最多 最多都是5、6號 頂了 但是那些 敲價 那些倫敦金呢 基本上 正常的那些 就開 開 大約 5號 5號 有個開了7元 昨晚開7元 開5元 現在都開5元 spread 5元 spread 一張是50元 美金 還是500元 5元 5元金 5元金 5元是500元美金 怎麼贏它 大佬 所以敲價那些 就是倫敦金 那些倫敦金 就是 你如果開5元 7元 spread 基本上 它叫你走 不要過來光顧 所以 你要做金 做一些正路 那些公道一點 那些公道一點 你就給了手續費 可能是10元美金 佣 內匯20元 就是那些 但是你想一下 一個現貨金 5元 spread 你升6元 才贏1元 好了 但是其實 你是 你是 你渣步 你也有個 spread 所以 10元 可能是 那裡虧了 10元 是說1000元美金 大哥 1元就是100元 10元就是1000元美金 你怎麼跟它贏呢 它組裝就贏了 其中今天都是剩10多元而已 是啊 現貨金跌的 但是現貨金今天跌 你說不炒死我們的朋友 其實那個金呢 我一直都在盤算著 為什麼呢 昨天呢 你剛才說了 無限QE 2008年金融海嘯出QE 金是上到1921元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 但是它這一波呢 大家都看到它出QE 它洗倉洗下來 是上個星期一洗倉的 上個星期一洗倉的 洗完倉下來 基本上呢 就夠膽買 都贏它不完 就是我夠膽買 我亦都說buy stop 亦都說每升多少 加一注 加一加一加一我都走了 因為我真的怕它退回 因為上個星期一洗倉那一下 是全世界都輸到包著頭的 好了 它這次洗完散戶出來 它還要的 高敏昨天就出報告 是啊 唯一的貨幣 終極貨幣 其實我們講來講去 它又講回我的target 1800元 其實 所以我們不是說 被人看得早 而是 到了最後 當所有錢都是印出來的 錢是不是錢 不值錢 不值錢 你黃金是唯一一個 大家都相信那樣東西的 那好了 今天一抽抽上來 究竟現在追還是不追呢 它昨天那個波幅 我告訴你 比股市更厲害 更厲害 因為它又有槓桿 還有它那些大行程 一波上來 200元那樣就行 神經病 是啊 你想想兩天行200元金 沒有搞錯 真是 很恐怖 不合理的 還有呢 你搞到很多人很精神分裂的 你看著那個現貨金 和看著那個期金 究竟我想 你看著那個現貨金 很容易去兇那個期金 是的 那它這一劑呢 因為四月期金其實是到期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拿到現貨去給它 你在現貨買到 你跟著在期貨市場沽 哇 剩不賺的 現在四月期金 雖然就有到期 我看一看四月金 四月金一千六百七十三元 期金 現貨一千六百二十元 有五十元 spread 真的很誇張 你如果有技術 有能耐 可以在現貨市場上 跟它做到交收 你就付金它 就可以了 我先回答這個網友 這個網友厲害 他呢 2840和金卵都做了 金卵是22503 他非常之漂亮 升了幾倍 那他問呢 什麼部署 金卵應該沽了去 或者沽了一半 或者怎樣 或者只留下240 這樣好不好 你的金卵呢 我不知道它那個 即是那個定義是什麼 或者是到期的那些 那你當然 你其實就應該 拿回成本 再拿一大部分的利潤 剩下那些 你就由它放置 即是說再輸下去你不痛的 是的 那你就放進去 那其實呢 將贏了那些 就轉軌 埋下去 240 那你現在 有人跟你敲鑼 說到 無限QE 你就買240 你應該升六七十元的 六十元 六十元 六十元美金 大哥 應該升四百多元 你才給我三十多元 因為我不知道 它的比例是多少 240 所以呢 因為現貨金升得少 現貨金升得少 所以 這一次 就不一定是說 不一定是說 那個 那些240 或者那些 那些 跟得很貼 因為那期金升 那現貨金 其實就不是升很多 如果我沒有看錯 這個22503 那我覺得 你是計算自己的盤數 不過今天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貨金 就夾得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些股票夾得那麼高 那 就未必會發生 再升少少 就蝕了貨金 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可以設置止蝕 那你兩個做法 一個我都認同文錦sir 就是難得那麼厲害 或者老虎也吃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膽大的 這樣坐上去的 這樣 看1,800的 那你真的 可能你真的將止蝕推高了 是啊 因為你又要記住 對呀 對呀 你晚上沒有得平的 這些 是啊 你只是天天又可以平的 所以 所以它就有一個時間差在那裡 所以大家又要注意這一點 嗯 嘩 或者騰訊又抽回來了 那指數又升了 是啊 一定 現在就是報復式夾回上去的 是啊 不過這次真的很厲害 這次夾得很厲害 因為昨天星期一 我星期一都說 跟大家看 我平時不會這麼多 這麼多本出來的 那天星期一是很多 很多本出來 止蝕了 那就可能真是 距離的底不遠 那麼它連夾兩天 其實今天 今天 今天 那個 橙子 其實都行得 行得是算慢 是 不是很 不是很進取 很保守 行得很保守 那真的大家 大家來到這些位 是有些朋友是計數的 是有些朋友計數的 是有些朋友計數的 等一下 比如說 有沒有提出了呢 就說很多金的問題 比如說紫金 它說跟不了價錢 Papergo我猜是銀行的 我猜是吧 那它就說 哦 獅子銀行的 它說獅子 它早上就1595買 晚上的金上去 但是那個 獅子銀行開的Papergo 只上了幾元而已 那是不是因為 它是不是交易時段 它是不是不金 它可能 可能都是因為那個 現貨金和期金的價格問題 現貨金基本上不是升很多 嗯 因為人家是看遠期 不是你現在馬上反映那個無限QE 所以呢 那個現貨金的價格 是跟得不夠貼的 所以期金的價格抽了上去 那這一次呢 是做期金那些 是賺得比做現貨金的 賺得比做現貨金的 你現在那個現貨金 都是接近1,610多元而已 我們星期一 是升 由1,480多元升上來的 就是你其實升了102元而已 但是那個期金 又由80多元 1,480多元升到1,670多元 升了200元期金 它的現貨金升了100元多些而已 如果你想很短炒的話 那Spider也OK的 我看它也跟得不錯的 Spider那個 那又不需要說好像奇金那樣 就是那個 壓力那麼大 是的 那還有 我跟你們說 之前一直都說 不是看大家 不要跟銀那麼貼的 但是這幾天 銀是真的走得很厲害 就是比金走得厲害 追上來 追上來 很明顯追上來 因為現貨金不走 但是現貨銀是走的 因為現貨銀是跌多了的 你想想 我們星期一 是說12個7.5元 今天已經 最高去到14個7.2元了 那真的 真的走了上來 那它這一陣呢 如果真的大家想追 還有它那個 我看見現貨銀開價還是公道 都是三毛錢 那就可以玩 如果你開3元就沒得玩了 那 那 那 你如果看到有機會 13個7.5元那些 都可以考慮買的 看看它 它肯不肯閃一閃下來 因為現貨金跟不上 現貨金 即是那個期金 期金可能夾到 下個星期一、二就夾完的了 但是因為4月那些淡倉呢 你這個月這樣跌下來 可能有些盤是開大了4月那個淡倉 4月淡倉當然被人數了 你交不到金 交不到金 你會在市場買的 有很多時候 我們 期貨市場就有些迫倉 就是 明知道你沒有貨的 我當然是夾死你 那就可能是出現了這個情況 所以那個期金夾得這麼厲害 這些又是 不是經常會出現的情況 即是當你一出現一個大高水 一個大低水的 一定是有一邊不對的 不過現在我們是摸不到它哪邊不對的 如果是現貨金不對的 那我們閉上眼去買現貨金 但是現貨金 抹了你5元就已經沒有理由賣下去 就是這樣 好 那去外匯市場 令到市場比較開心的消息 就是美元約一些好不好 好 就約一些給你看 美匯都是預算它去到103 就掉頭了 它一掉頭 一掉頭 就大部分的貨幣 鬆了口氣 非美貨幣 起碼反彈 因為其實 當那個流動性聯儲局 就是提供到給你的時候 那大家就不用去搶了 不用去搶 就是我們 我們早兩天講的那個次子比喻一樣 就是美元的供應回復正常 大家就不去搶了 那你還有它又 它又升穿99元上到103 升了4個大點 4個大點 你現在調下來 真的去到101 就剛剛好 4點你調回1點多些 那就去到101了 101 101多些 那我自己看 你不要那麼快 就搶它說 閃回到100 或者99 沒有那麼快的 沒有那麼快的 因為大家都要看一下 他們出的招數 現在全部都有財政政策 有貨幣政策 那就真的看一下 接下來整個停滯的經濟 什麼時候重置 美國就說三個星期後 是 那如果它是三個星期後 真的可以上馬 那就真的有很長時間 我又不是很相信 三個星期 一定這樣說 做一些期望管理 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添置了一些設備給文錦sir 之後就會好一點 不用那麼擔心 麻煩文錦sir 暫時辛苦了 可能要就是 那有些網友 就有個榜117買了 可不可以拿著它 還是等它星期四以色 再看或者再入 星期四以色 你只會看到它 它可能會再繼續出一些財政政策 綁就已經走光了 利息就已經減光了 就是 英國也不會 不會傻到走負利率的 它有資格有條件 上去接近1.2 但是你在1.2以上 就慢很多 我們看到它怎麼掉下來的 125 122 120 嗯 那麼我們回上去也是會 120 122 那麼你過了120 122 那麼 就去125 就要有一個很 很充分的理由 踢它上去 你踢到上125 樓上 就安全了 那麼你現在 你117幾那些買 你下面你看到1.15 閃了幾次都是 1.15彈上來 就不用大擔心了 除非它再載下去 那麼你也不用擔心 接下來的經濟數據 因為你去到 接下來可能去到 4月份 3月份的經濟數據 都未算差的 嗯 那麼可能3月中後的 那些數據 4月5月出來的那些數據 全世界都差的了 那麼全世界都差 是不是那個貨幣會扔下去呢 又未必過 因為你的經濟真的停了 停了你出些數據 那就 就它已經 一早已經 price in了 跌了下來了 那麼我們是要看什麼呢 就看它 在後那些往後 翻轉頭的那些數據 如果是開始好的 那麼它們就會信 那些好的數據 就是說 真的到了底了 踢上去 那麼那時候呢 就現在是未price in 它們那些好的數據 所以呢 當那些數據開始轉好 那些貨幣的升的幅度 就會快就會大了 嗯 所以就不用說 不用太心急去搶的 總之買了就坐著 要坐得很定的 它輪著來的 那個榜上回116流上 已經是漂亮很多了 它過了118 又再漂亮些了 不用太擔心的 嗯 那麼那個家園升很少 那些網友都問了 因為它有價還沒得 還有因為加拿大還要減息 加拿大要反彈 它減光息才行的 因為之前現在G8 G8那個最高息是家園 那就是說 它有條件減息 那有條件減息 大家正在淡它 它一減完 震多一下下去才能彈 其實那個油價相對 叫做 叫做是由20元浮一下浮一下浮 浮上24-25元這些位置 叫做漂亮的了 你要再好 你要再看俄羅斯 美國 嗯 還有沙地阿拉伯 他們那個 玩完美 怎麼玩完 是啊 是啊 沒錯 所以大家又不用太過擔心油價 但是到他們談好 應該就是美國讓一步的 就是美國減一些產 俄羅斯和沙地就不減價 那增不增產就看看美國的態度了 那個油價 你還要等經濟真是重新 那你現在在20元 我想到26元之前就停的了 那你要再衝上去 你的經濟好回來 經濟活動好回來 接近30元 那去到30元 就再看環球的經濟狀況了 因為現在很多很多國家 都陸陸陸陸陸在推進財政政策 那大家很多都看著 美國和大陸兩個他們的政策 看是怎麼推的 你美國出光了 多少十萬億啊 多少萬億啊 之後就輪到大陸了 大陸如果又出了一些好東西 那就有機會了 嗯 OK 好 那就暫時的油都是差不多了 巴金能不能進去嗎 看看先 巴金就由2008元跳下去 1500-1500-1600元 那這兩個是反彈上來的 反彈上去接近2000元 這些呢 你買的呢 你可能就是買一些ETF的 我追播而已 哈哈 因為我告訴大家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巴金 參與的人 不是太多 就算是說 在這個 期貨市場 都不是太多 所以就 你就要注意那個 利益 就要注意那個利益 就是它 它下到1600元 好像是找到底的 那個巴金 但是就不會好像 不會好像之前那樣 噴噴聲上了 天天都破頂 我想它去到接近2000元 都要停的 因為你 俄羅斯 它都要孤感一些這些東西 來頂住它的油價低的 就是之前是因為它自己 控制著整個巴金的價格 那你環球那個 汽車工業有沒有受影響呢 現在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巴金的需求 會不會黏一黏呢 那你就要注意這一樣 是 因為這個 巴金就沒有受惠 就是沒有好像黃金那樣 因為無限QE有受惠的 就是它這個 大部分都是因為 跟那個經濟相關度 就是那個敏感度是高一點的 跟經濟的那個相關性是多一點的 嗯 OK 好 那就說少少個別股 今天大家都幾開心了吧 如果低位買到它們今天 今天全部都有6-7%上的股票 那就應該正常給大家 但是它再上就真的要看 看接下來那個 第一它那些舒緩措施 怎樣在它們那個 就是你買了那隻股票的那個行業受惠了 那你那些5G真是很厲害 那天跌下來那個鐵塔都是落到1.58% 今天鐵塔上回7-7%了 嗯 又下回超市 下回7-8%了 下回7-8%了 下回1-6-4%的人吃股 我就沒有買 因為那天我沽了 我一個半買 1.64%就沽了 我又沽了 我都不貪心的 嗯 好 講一點商品 有些網友問問商品 好 那就講講咖啡先吧 咖啡 咖啡 咖啡都是維持著那些 正常走勢 美金下回一些就會好些 咖啡都 沒錯 現在上回1-2.5% 很靈 很靈 它升穿了過二破位 破位下個位應該有機會 再走回一波上過四 那你回頭1-1.8% 1.2%要買咖啡 咖啡要買 稅行就 就快上回28元了 嗯 OK 因為 因為我又浮上水面了 我買了 哈哈 三寶說說 三寶 三寶今天全部都OK 全部都有5-6%上的 噢 8.6% 哈哈 全部都 對了 6.110就差一個多錢 就上回10元了 看一下 但是記住 這個 它是因為真的會受那個 那個 疫情影響到它那個 國民的消費 你要等它們出來報復式消費 那就有機會了 108.58元 你低位 8元以下最低6.7元 這隻股票 升回2元 那你低位買了你減一半 留一半 它再跌下去7.5元再買 你一定要偷位的 就是你滑來滑去 你走了幾转 你的成本便便宜了 MKD 是一隻MKD MKD 還不行 MKD還不行 MKD還不行 這隻我也有 這隻我也有 是美股 做一個國內的網購平台 這隻你要等一等 它連續幾天 它曾經彈上去 昨晚2元 昨晚2個多 今天下回 下回1.9元多 你再給它多一點時間 成交還未足 成交還未足 明白 好 還有沒有補充 文金Sir有沒有今天哪隻 補充沒有 那大家不要太興奮 你看著 它上面 25 23 25 那些位 未過到 就 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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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很多 在這些位置 減 在減 再踢到 235樓上才行 OK 好 麻煩你文金Sir 明天就10點半了 是的 好 麻煩你明天再聊 拜拜 好 多謝popcorn 有一個Superchat的支持 大家繼續 訂閱 來到第二個環節 早上 直播室正作開始 早晨 各位網友 來到10點33分 今天很趕 我四個直播 把握時間 還有一些新聞 要和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 10點34分 留在requid finance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Calvin 大家繼續 like share和訂閱 感謝大家繼續支持 昨天 出了一個禁酒令 我當然是賣廣告 很感謝 但真的很熱烈的支持 可以繼續有興趣 看回我的Facebook 或者WhatsApp 小弟9306393 有不同的葡萄酒 給你選擇 如果今天你撈到反彈 就可以開始走 開心一下 但是送貨 可能稍等遲一兩天 因為我用的那間 集急便 就出了公告 真是洗肥 他們的運貨量 這兩個月升了兩三倍 升了幾倍 所以做都做不及 那就糟糕了 可能我要找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物流公司 是可以方便 但是用開Yamada的服務也好 有跟足的東西 所以都是 什麼時間都有不同的情況發生 講講事情 大家開心 股市反彈 其實 講講昨天的美股 全部都升了10%左右 大家都知道我每天都看著低位 低位 昨天的道指 先看一看 就是19650 S&P2344 7170 什麼意思呢 我經常都用回 18年12月的低位做比較 為什麼經常跟低位做比較 就是因為 結果 這個究竟 3月21號 3月21號 即是 前日做的 不是 3月21號 上個星期 那個低位是否已經見底 沒有人知道 但如果這一層是的話 即是代表 其實只要你100年 你拿著NASDAB的話 你去到今天 就算這個月跌得幾金也好 你還是贏錢的 3月21號 NASDAB的低位是6622 然後 18年12月的低位是6190 還是有差不多5-8%的升幅 所以我希望給大家一個看法 當然大家 很聰明 其實罵不罵 大家也要看你選什麼股票 我當初我也很聰明 也不夠手快 然後有些網友問 怎樣做貴金屬 怎樣做法 其實GLTR是大家可以考慮的 貴金屬ETF 譬如說你又想看好巴金 但如果你一轉押中 你又怕俄羅斯突然間要套現 你就糟糕 好像巴巴一樣 突然間要套現 就陣了下去 金你又長遠看好 但金升得這麼厲害 你又怕它一天發成200元 我覺得ETF是一個 你可以考慮 還有交易時間比較長 做方法很簡單 當然你說怎樣做金 我看到有網友說怎樣做金 要買這些ETF很容易 有個美股帳號就可以了 你開華盛證券帳號就很方便了 星期二日就已經有seminar 未開戶口的快快去開戶口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 整個seminar裡有一部分 是專屬給華盛證券開戶口的朋友 所以快快去 有什麼問題就去WhatsApp查訊熱線 有些網友說開不到的 就可以馬上查詢 當然做期金是最高難度的事 正義做期子也是最高難度的 我先練習一下 想考一下眼光 你就找一些ETF去試試做 整個星期 因為我沒有賺很多錢 我不會說自己很厲害 但是我也希望給大家一個信心 其實這次 老實 我不是覺得恐慌到 我都整個重複 對比上次 對上二十年裡面 比起911 比起沙士 比起16年的熔斷 A股熔斷 我不覺得恐怖過那幾次 很多 可能是同級的恐怖 那就有經歷過你 還有這次跟上幾次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兒童呢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美股是沒有了兩年的升幅 不過你一個月沒有了兩年的升幅 那不是天崩地裂 第一 第二件事 你也會跌到艇 難道跌六天跌到零嗎 第三件事 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不斷瘋狂地倒水 其實給你無限借錢 那我就說了兩天 你去到某一個位置 那些人就會覺得 我寧願逼你去駁股票 因為大家都知道 跌到某一個位置 十月停的 差在你有多駁 還有你有多少子彈 所以 大家問買不買股票 買不買反彈 買哪隻股票 要記住問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是哪類型的投資者 有時候你不是適合做那隻投資的話 你就算低位買到 升了上來 你也未必能吃得盡 大家有沒有經常試過這樣的情況發生 有都可以在留言裡說 我一定有 就是你買了那位置 你是超美的 但是很快升了8-10% 你沽了 然後又升四倍 然後你就哎呀 早知道不走 但是不走那些是怎樣 不走那些就沒有升 所以不要以為升市就是很容易贏錢 跌市我們是要審慎 繼續去審市 繼續去調配自己的策略 升市也是 有些什麼股票升得快 升市我們怎樣 我們繼續鎖下去好 還是鎖定的利潤好 反彈上來的 那隻股票你繼續鎖 你又怕它跌下去 你吃了一壺 你又怕它之後還有一升 永遠最重要都是牽涉你自己的策略 還有你自己的 你是什麼style 你適合哪一種投資 因為股票是一種工具 股票的工具 Option的工具 牛紅證渡輪的工具 期貨工具 ETF工具 沒有一種是完美工具 即18般武器 劍和刀是沒有得比的 刀王和劍勝 應該是打不分勝負的 所以選擇自己的武器 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 假設市已經見了底這一層 彈上去的 不要以為你一定賺很多錢 不要以為升市是容易做的 升市都不容易做的 還有呢 雖然昨天這樣升法 講回一點原因 就是因為 第一件事 估計他兩萬億的救市方案 全國會總會談過 老實實 你民主黨難道真的 民主黨難道真的 會拖淪他嗎 民主黨也很麻煩 所以 其實都是時間的問題 但這個你問我是藉口 藉口 因為救市方案和股市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大關係 不過 你賭水賭到某個位置 你都會滿捨 其實現在就等待那一刻的出現 但是還沒穩定 你看到VRX VRX 雖然最低跌過三十幾 但最後收都是六十日 六十二 都是很高的 所以你還沒入市的話 不用心急 市場還是很波動的 我之前說過 你可以看著VRX來做 譬如跌多了 三四十的 你就可以 很多朋友問 首先第一個問題 你自己的倉位有多少 你說我沒有的 我無錢一身興 不 無股一身興的話 譬如現在你進了一手 那你可能等他三四十的時候 再進一手 不對 那時候已經彈了 沒有辦法 沒有人是可以 一注買到最底的 除非你是內幕交易 我個人覺得 或者你是 如果你是 就這樣一注賺下去 就買到最底 其實你的八字是超強 其實你買什麼都會贏 你不用這麼煩 你等他去到三四十的 穩定了 你就再加多一手 去到二十左右 你就再加多一手 其實那個時候 就應該反彈上去 如果不然 維持VRX是五六十的話 其實都是靠來靠去的 不用這麼興奮 今天升了二千 第二可能跌回八百 接著又升了一千 又跌回八百 是一直藏來靠去的 但是總體大家就 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去 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好的 永遠都可以學習得更好 就是這樣 昨天上升了二千點 道指 1933年最大的單日升幅 這些紀錄都是用來破的 第二除了一個二萬億的抗疫基金之外 接到星期二就開始生效的國防生產 國防生產法 川普政府可以要求所有企業 只是生產最重要的物資 現在最重要的物資 當然是關於呼吸器 口罩 醫療設備 物資等等 這些所有相關股 譬如通用電器 3M Ford 都升一成以上 但是美國的確診數字 是很誇張的升到四萬以上 世衛又理 都說聽世衛能得利橡皮糖 他就說美國可能會成為全球 最大的一個有病情的地方 不用你說嗎 升了才告訴你 好繼續 剛才說油價 現在紅酒說不能喝 喝了親密行為 你和你親密的伴侶有親密的行為 就沒問題 WhatsApp開戶查詢等等 稍等稍等稍等 OK 應該打出來 92422928 看我有沒有先 今天突然不浪費時間 謝謝這個問題 昨天詹sir說投資心理 是嗎 大家聽聽吧 Eugène也是打滾江湖幾十年 Viu少了就不習慣 其實很久之前都發現 Youtube的L稿又變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朋友 有時候不要等他推播 因為他那些L稿 最近轉得很厲害 而且他的中心 尤其是亞洲區中心 好像說有些人不上班 那些AI又不知道怎麼搞 所以唯有靠大家 第一 每逢10點至11點 進去Record Finance 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見未有 Notification 自己進去看 當然你看Archive也歡迎 第二 給多點Like 因為多點互動 始終會 那條影片 機械性方面 都會給更多人知道 先說油價 油價剛剛有單身消息 都算是我們 都說了 會賣台談 因為之前傳過 如果4月再談不成 就鬥倒 鬥噴出來 我說過俄羅斯 是頭痕的 口硬 但是貨幣就軟了 現在看看俄羅斯的 俄羅斯勞報 78 好一點點了 好一點點了 但是都跌了很多 OK 剛剛有單新聞 之前有單新聞 特朗普說 你再搞不定 我就出來談 大家就會想 談的方法 是不是特朗普說 我會托著油價 我覺得未必敢談 而特朗普的風格 會說 如果我插手 一起死 我沒所謂 我的油公司 他就由他撿 撿了 他們撿得順 他們是Great Company 最流行的 但是俄羅斯的油公司 你那些油公司就不能撿 你那些有很多 和國家的既得利益 有千絲萬縷關係 你說不是 那美國的能源公司 都是有千絲萬縷關係 是 但是特朗普 他帶起來 他可以什麼都不管 我覺得有這樣的背景之下 你最後也要上台談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沙特 表面是沙特和俄羅斯在這裏 在這裏 沙特背後的當然是有個美國人 坐在這裏 等出手 如果美國人真的出手 牽涉到油價戰那裏 俄羅斯的形勢只會越來越差 所以又是Game Theory 算左算右算之下 你原本你的原意就是 不想美國人加入油價定價的話事權 因為之前一向都是沙特和俄羅斯 那如果現在跌到這樣 美國人又出手 你是沒好處 那倒不如快快和沙特談好 這樣 剛剛有什麼新聞呢 就是 俄羅斯的發言人 先讓我找一篇文 這個Dmitry 哎呀 找不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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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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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有時開得太多 搜尋的問題 不好意思 這個Dmitry Peskov Dmitry Peskov 說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 他就說我們跟沙特挺好關係 沒事 現在這個油價真的很嚴重 不過我們是不需要其他人去牽涉的 暗示就是美國 另外我們就頂得順 因為我們的偉大的總統普京一早已經預料到我們低油價如何度過 我們之前也試過這麼低油價 但是憑著他一句我們跟沙特保持有好關係 我覺得賣桌傾的機會是越來越高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不想美國老插手 所以前幾天有個網友說 油價會不會跌到十幾十元 我覺得審慎樂觀暫時不會 會不會大升 還未會 因為現在也不空 因為需求實在太疲弱了 還有美國總統也不空理油價 暫時可能先穩定 好 因為QE無限升 我覺得最終油價都會 但要等美元再回落一點點 但今晚就知道上去了 其實比特幣都上了很多 四千多要回六千多 看看會不會上回六千八千的範圍 我也是審慎樂觀的 好 今天講回昨天有個話題 就是關於阿里巴巴 看看阿里巴巴是甚麼 因為今天彈得很厲害 沒理由不彈了吧 彈回四雞 OK 昨天傳過甚麼新聞 傳軟銀要徒染 現在的持股是多少 本來阿里巴巴的市值是四萬八千億 四萬八千億 講的是港幣 即是美金大約六千億 六千一百五十億 六千多億 但你知道它的股價升升跌跌 已經很大 六千二億左右 那軟銀佔多少 軟銀佔四分一 是不是很誇張 四分一 六千億的四分一 大約是一千五億 但是呢 一千三四億左右 因為市值是變來變去 當初它多少錢去買阿里巴巴股票呢 它就是二千年 軟銀 Softbank 孫正義 就用二千萬美金 你現在看回覺得 嘩 好著數 但你那時候看 其實是一個很進取的投資 但是軟銀 孫正義說回 其實他當初想著 是投資五千萬 嘩 如果五千萬就發財了 如果五千萬就佔了一半 那當然不行 原因 是不是因為 原因是不是因為 那塊錢太大呢 那當然不是 喂 這塊錢 你覺得是純民企嗎 你想佔過半股權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但是二千萬都很批評 如果現在一千 我當最保守一千二百億的市值 是六千倍的 人生幾何有六千倍的盈利 這個是相當之厲害的 亦都令到一戰成名 那現在軟銀呢 昨天傳它就會沽一百四十億美金的阿里巴巴 那你沽一百四十億呢 其實佔它大約總持股量 就是十個巴仙最後而已 那不是很大不了的事 但是這件事就令到股價反彈了兩成 我覺得這也是藉口來的 你問我就覺得不是什麼好消息 你變賣了一些好的資產 對他們來說一些好的資產 那你變賣了一個資產 這個錢來做什麼呢 是填騰還債回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彈是短暫的 長遠我都未看好 我未看好這個Softbank Softbank的市值是多少呢 大約是七萬八千萬億 七萬八千億日圓 算回微金就是七百億 沒錯 它整個軟銀的市值都是七百億 而阿里巴巴還沒計賣完之後 它有一千三四百億左右 是它整個軟銀都不及它拿著阿里巴巴那塊股票值錢的 你想想它其他東西多不值錢 所以你變賣了一些值錢的東西 我覺得對它來說絕對是更加 就是更加一般的 講說它賣了這140億美金的阿里巴巴股票 來做什麼呢 它就有一個回購兩萬億日圓的回購計畫 兩萬億就是百多億美金左右 百五六億美金左右 還有我們減債的 為什麼要減債呢 就是因為rework了 我想我都算是第一個 是批軌死它 是糟糕的 我經常都說 大戶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千億基金算不算大戶 算是大戶了吧 結果 我不是說 你當初那一刻 我覺得它開始會泥足深陷 就是當rework上不到市 然後它再注資下去 它現在注了一個百億 扔下去 化為烏有 因為rework上不到市 和它是賺不到錢 現在不斷減傍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眼光有問題 因為rework這個概念 是不是真的會值這麼多錢 它是二房東 二房東是不一定不值錢的 但是我暫時也不太能看到 所以記住 止蝕是多麼重要 人生如是 投資如是 你有一件事 有個產品 有個項目 有個業務 不行就要走了 真是早就早著 你不走 你是真的 強於孫正義軟銀 日本最大的投資 即是投資基金 領導現在要變賣資產 是很重要的 OK 那就 那就 那 那就說說 除了遠銀 那不是的 它是rework一單 不可以批死它 其他也不見得特別好 老老實實 除了軟銀之外 還有什麼拿著呢 令到它有什麼 就是 Uber Uber 就叫做好一點點 都不是什麼特別好 所以這個有個很大的教訓 記住 就是 不要給一項投資拖垮你 老老實實 我覺得 他經常想試圖 複製阿里巴巴的神話 但是 記住阿里巴巴的神話 不是因為業務 這個 可能很多人都未必 我很少會談論這些 中國的龍頭 因為 我也說要分析這些很難的 因為他能夠有這個龍頭地位 他不是競爭得出來的 或者他的競爭是因為 內裡有很多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些 我是不懂分析的 你繼續覺得他保持到 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你就長遠無敵 但是 關係這些東西 話邊走邊 我就不懂了 OK 但藉著阿里巴巴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話題也挺有趣 關於股權的 如果你就這樣搜尋公開資料 當然 軟銀是阿里巴巴 仍然是最大的股東 就算你沽了一點點 都是大約25% 四分之一 他的股權是怎樣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 一些在美國上市 或者外國上市的 一些中國企業的股權 是跟普通的上市公司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 讓我把圖出來 整天都忘記將要展示給大家的圖 就展示出來 看看大家看到 好 這個呢 就是很多 包括 騰訊 或者百度 或者很多 在美國上市的 中國企業 的股權玩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什麼玩法呢 這個就叫做 V.I.E.的玩法 V.I.E.的玩法 V.I.E.是什麼呢 你看到左下的V.I.E.的arrangement V.I.E.就是叫做 這個叫做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我不要理會那些行名 簡單說 第一件事 阿里巴巴在哪裏上市 第二上市就在香港 之前他在美國上市 但是他在哪裏註冊公司 他是在 Cayman Island 註冊的 大家當然知道 這個避碎天堂的 有 Cayman Island 這個 英屬處女島 還有 還有一間的 白霧達等等 大家有看這個 什麼 白霧達 那個什麼文件 巴拿馬文件 就很清楚了 那個有趣之處是什麼呢 你既然公司註冊 就不在中國 但是你做網購 大家知不知道 中國有很多行業 就叫做 限制 受限制 或者限制性行業 何謂限制性行業 當然跟戰略有關 譬如電訊 譬如能源 這些跟國家資源有關 網購也是 為什麼呢 資訊是屬於國家的 所以你再說阿里巴巴是純民企的話 No problem Go ahead Good luck 由於這個 限制性行業 你沒有理由可以去到其他國家上市 因為你的行業 是戰略性的 好了 有一個怎樣的玩法 就是它透過一個 叫做VIE 這個VIE簡單來說 不要理得那麼複雜 還有那個WFOE 都不太理會 那個什麼 境內全資子公司 不要理這些字眼 簡單來說 就有一塊 一個off balance的公司 譬如我當紙公司 紙公司 紙公司 就完全在中國境內 運作 去營運 但是 它就會跟 阿里巴巴巴 有一個agreement 所有的利益 所有的權益 都會給予到 所以阿里巴巴巴控股 這個母公司 什麼都不用做 它只是負責收收收利益 就是受這個子公司的利益 這個玩法 避免到什麼 就是它的子公司 子公司就是什麼 就是你看到 深圳阿里巴巴 就負責整個淘寶 或者最賺錢的那幾堂 這些東西 全會在中國境內控制 只不過它的利益 就給回控股 所以 第二 就是你在美國 譬如美國的股東 美國去買阿里巴巴 它就有權益 有利潤 但是它就影響不了業務 是不是很有趣呢 這個就是 你可以舔一個好處 但是你控制不到公司 為什麼那些人又會制 沒有所謂的 如果一間公司賺錢 你又不是自助控制公司 你自助要賺錢 正如你買長和 難道你真的影響阿成哥做事嗎 很少會這樣想 那你有利益 那是美國人有利益就可以了 大家一起賺益 而中國也控制它 可以管制它自己的境內的VIE 即它裡面的業務 譬如網購 於是一加便宜就幾加獎 這篇文我覺得挺有趣 我看到一篇舊文 又不是很舊 兩個禮拜前 有一個審計物探CIA 我不知這是哪個作者 如果是網友認識的話 都可以介紹 我覺得這篇文都吃得非常好 它在最後一段就是這樣說 它說 之前盛傳中國政府 或者會管制VIE 特別在中美貿易糾紛裡面 因為這麽龐大公司 將整間公司和錢 留在境內 都是一個誘因 不過政府暫時沒有這樣做 去年通過外商投資法 都沒有直接提供VIE 所以大家都可以繼續 放心買這些科網巨企股票 不過說說說說 其實有多少投資者 有關心這些風險呢 你身我也是持有阿里巴巴的 我覺得這篇文都寫得挺有趣 你問我這些關係會不會受影響 暫時不會的 因為如果真的會影響整個玩法 那時候整個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都是會投行的 但是暫時大家要賺水 這個時候最重要是 夾手夾腳把市益夾上去 這些應該大家都不用擔心 股繼續炒 我覺得這個也挺有趣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話題 看看有沒有什麼comment 波音 波音之前有些網友問航空股和旅遊股 怎麼這樣說 波音之前高盛調高了評級 嘩大升兩成 因為我不懂得看 這樣說 因為你問我 用什麼股票搏反彈 理論上是跌得最殘的 那些就彈得越快 但是問題是你持有多久 你是不是升兩成就走 還是持有多久 這個我給不到答案 因為中線我是看不好的 我說波音 以波音為例 全球的旅遊需求 一定未來這一個月 怎麼都會跌 你沒有旅遊需求 何來會訂飛機呢 就算有人訂飛機 你這架737 MAX 又搞得到沒有 除非你是懂機械工程的 你是知道 其實他已經弄了第二架 738 胡說而已 接下來會交付得很好 如果不是我中線看不好 看不好的業務 但是 博反彈和看中長線是兩個概念 我自己不是一個懂得博反彈的人 因為你買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你持有多久 所以我真的不懂得回答 我不是太看好旅遊業和航空股 你要我買都不會 我都未必會買這些 但是我都說過 我是真的不懂得炒股票的 所以 你真的很想的 你就做一股試一下 9988的增長 9988就是國內最強的網購業務 我看過 上年他全年差不多800億利潤 其實他是賺很多錢的 但是我都想過 你跟其他曾經三桶油和內銀 又是賺到這麼多錢 看他三月的盤數是怎樣 究竟在疫情之下 究竟是對於網購的需求大增 還是整個消費意欲下降 這個是大家要看的 這裡你可以聯想到中國的經濟 講經濟的數字 美國出了PMI 今個星期全世界PMI都會陸續出來 這個大家要很關注 三月 三月就好像 美國出了PMI 好像比市場預期差 比我預期還好 服務業39.1% 我覺得不是太差 這樣來發三月PMI還有39.1% 我覺得應該更加差 但是四月 如果四月真的慢慢完成整個操控 其實四五月如果反彈 其實美國這次不是很差 你說 不是啦 人數真的很厲害 現在去到四萬 我唯有又去 突然間我又去到那邊 那你流感也有百多萬人 對吧 也是一句 這件事是很嚴重 但是還沒有去到天崩地塌 世界末日那種 製造業PMI49.2% 不是低很多 才是9.2% 綜合PMI40.5% 因為主要就是服務性PMI 那你就說 經濟第一季就一定退 我看到有一些報道 說回中國 一說中國GDP 就激鬼死我 我想大家聽我的節目 都說過 都說跌一成是很合理 如果第一季GDP是五萬億 你也是跌一萬億 整個這樣的疫情跌一萬億其實沒什麼問題 而且跌完之後你會反彈 我也不知道這些大行是不是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第一季可能會由當初跌回軟到4% 剛剛有一個叫中國學皮書 就是一間國際諮詢公司 針對三千多間企業進行調查 應該有一點代表性 中國學皮書 在昨天24日發佈了調查 根據第一季指標 中國經濟活動去到十年最低水平 阿某都知道 恐怕第一季可能會萎縮十至十一% 小喇叭 你用不著做這麼多調查 你真是浪費錢的 一早說十一%是坐底的 沒問題的 主要就是零售業等等 消費和旅遊 利潤都會大幅下降 不過大型企業的復工程度 就達到八九十% 但也要留意 何謂真正復工呢 這個難說的 中小企是差一點 只有五六十個% 沒辦法的 因為你現在復工 你是要有足夠口罩 你是要合乎某些規定 你才可以復工的 說起復工 4月8日全面開回了 武漢 大家買好口罩 入好糧食 我可以 你搞個VIE股權 你WhatsApp我936393 請教一下 看看我有沒有 有什麼開分 咦 厲害 說Alex 厲害 我們的網友 真是厲害 孫正義 輸一把 贏一把 有什麼奇怪 人生有時候 贏一把 就行了 即是六千倍 我覺得 我也不會否定 他那六千倍的利潤 不過 這個故事 和大家講 第一 不需要盲目崇拜大戶 第二 就是 有時候 就算你多有錢 你不做好 風險管理 說完第二個大戶 今天還有一個話題 大馬石 剛剛出了一個報告 他大約現在是二千三百億的總資產 大馬石是不是大戶 大馬石是大戶 而且一直都是 track record很好 差不多 全球最頂尖的投資主權基金之一 他二千三百億裡面 如果佔他的股票 大約是七百四十億 七百四十億 大約是兩三個月錢 最新一個valuation 他的股票 只剩下五百億 跌了二百四十億 這裏輸了多少呢 即是說他股票方面 是輸了三成的 淡馬石也輸了三成 大戶了吧 如果你比竹水強 豈不是比竹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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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不是比竹馬石 不過這樣 他有四成的資產 他是不告訴你 如果有四成的資產 我全部都是反向ETF 那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看他三月三十一號 接下來很快 還有一個星期 三月三十一號 他就會公開 整個全年的report 截止到三月三十一號 到時就真的看看他究竹 最後一季的GDP是多少 淡馬石拿著什麼股票呢 有新加坡電信 阿里巴巴也有少少 但是結果都是跌了三成 連淡馬石的股票也跌了三成 沒有推播 現在大部分Youtube 現在很多Youtube都是這樣的 所以靠大家 是的 迪士尼股票 又可以講一點點 反彈 得帥仔 迪士尼 昨天為什麼要彈得這麼帥仔 就是因為他的串流打進歐洲的市場 14% 大家知道 最近網上串流當然是有好處 Netflix 迪士尼等等 他本來正式打入法國 但法國怕互聯網頂不攏 所以就撐幾天 但歐洲大陸包括德國 其他地方就會正式發展 這件事對於迪士尼當然是很大利好消息 長遠來說 之前我有些隱憂 第一他新的CEO上台 第二他第一季盤數 應該要繼續 Fox那裡他的成本都挺貴 但真的很長線 我當然覺得是OK的 這樣 要看業績 才可以up 暫時P15倍好像還不錯 但我覺得他第一季不會賺到什麼錢 因為Fox收購完之後 還要減少一些成本 但股票當然好 好 就是這樣 Amazon 你這麼有錢買到Amazon 大戶大戶 我買不起 不夠錢 一股都買 我的帳戶沒有一股錢 我是一些寶寶戶 Amazon當然好 我超喜歡Amazon 但是很貴 所以不懂得看 Amazon厲害 網購厲害 他現在跟Wall Mark有大鬥法 昨天也說過 他們倆都增加倉務員的人工 希望符合網購要求 長遠一定是好的 不過 他反彈未必會彈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都是太大隻 金管局未必會輸很多 看完淡馬城 我馬上想到金管局 但金管局的好處是 持有很多美元的資產 國債一定持有很多 那部分是可以的 正如中國外匯儲備 都是會厲害的 中國外匯儲備 應該比上個月都會升 因為他拿著一萬億國債 你只是計算債價都會贏你 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今天 希望大家記住 不要忘記了 會不會有些不捨得之前打跌士 無論跌士升事 第一件事 整個格局上 我都說過 我不覺得恐慌到前所未有 我不會覺得是大蕭條 一戰二戰 還不是 未來 今年會不會是 不知道 沒有人說的 但是這一層下來 我覺得是因為流動性的波瀆爆了 這次你說是否因為疫情影響過市 當然是 但是有個原因 疫情是那支針砍爆了的波 那波是一百年吹出來的 整個一九年由流動性吹出來的資產 所以第一 它還不是撕橫片 因為它砍爆了波 最多是回歸原點 而且在砍爆的波的同時間 聯主局是瘋狂發癲 瘋狂地放水 你只會養大下一個波 我個人覺得 再加上 我都說 但是NASDAB的低位 都是高於一百年的年尾 那又何來算得上是超級無敵大股災呢 所以 我就說 大家其實 如果沒有貨在手 那你就慢慢拿一點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貨在手 我沒有理由叫你拿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部分 如果之前有些斬了 升了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人生就是這樣 股市就是這樣 只有怪自己為什麼會 那個策略做得那麼差 那個protection做得那麼差 那就下次再好一點 而最後的message 股市升上來 不要以為你一定贏到錢 記住 去到最後 我不是說 今年學習計盤數 每個月的return多少 的portfolio多少 埋單年尾 看看最後的return是多少 最重要是你賺到錢 或者是贏到錢 或者是有進步 市場升跌是不關你的事的 市場跌你可以賺到錢 市場升你未必賺到錢 你拿著股票一天未變cash 那些都是紙上的黃金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反彈的市場都開心 所以大家就可以購買小弟的葡萄酒 慶祝一下 不常講了 買廣告 有格魯加勒葡萄酒 陳田葡萄酒 同建的利煙聰劑等等 但是送貨可能會久一點 因為Yamada的貨運量是急升幾倍的 Yamada有沒有上市 我回去自己找找 OK 大家頂住 無限工具 始終多說兩句 首先講完這次的大跌市 還未完 但是這一回合的大跌市 整個2020年來說 我覺得當然還有大事發生 你要記住 在這個股市裡面 疫情是個因 不是疫情是個因 整個熊市是個果 在我角度 你們未必同意 但不要緊 我覺得疫情也是個果 因我不講了 但是這個因還在 今年還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中美戰會不會繼續發生 南海會不會繼續緊張 中台會不會繼續緊張 這些全部都影響過市 現在的油價這樣縫了 如果你一去到 再有些地緣政治緊張 又不知道 所以這次這個故事 就算你們的股票全部 可能回家鄉都好 不要鬆懈 如果你一天在投資市場 不要鬆懈 今年都只是四月而已 不是都未到的 三月尾 還有三季 一定相當精彩 一定繼續摩天輪 加過山車 再加海盜船 我們一起去並肩作戰 我努力了 希望到年尾的時候 大家都是大活 好加油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有今天FB Live 然後星期三 就有稀笑 一故或者未故定輸贏 同一節目 明天十點鐘 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Bye Bye 有人問他想去買酒 買酒拿酒都可以的 WhatsApp我9306393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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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planting 不膽 收濕 照片 比賽 看看 抽風 片 不同 可信 貝